一个农民担心自己获奖的奶牛走丢 但这有时宋奶公到了农场 告诉农民不要担心 因为他看到了那头奶牛 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 虽然农民很相信宋奶公 但他还是亲自看了看 他看到了熟悉的黑白相间的形状 并感到很满意 放了一会儿 宋奶公到那块空地上再次决认 那头奶牛确实在那 但他躲在树林里 而空地上还有一大张黑白相间的纸 缠在树上 很明显 农民把这张纸错当成了奶牛 于是问题出现了 虽然奶牛一直都在空地上 但农民说自己知道 奶牛在空地上的说法是否正确 农民通过看奶牛的颜色 来判断奶牛是否在空地上 即人类通过 将看到的同类型事物 总结成经验规律 然后通过部分的特征 代入到经验规律 帮助自己判断事物 农民看到的黑白纸 以此代替奶牛的颜色 过程变量都会影响到农民的判断 如农民的视力问题 农民是否不见棺材不掉类 黑白纸的大小 黑白纸的颜色分布 黑白纸的空间位置 等等都会影响到农民的判断 如这些情况恰好同时出现 致使农民判断失误 都是一个错误的结果 那么这也是它为了节省时间 应当付出的代价 只是这些因素同时出现的概率 太过于低 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情况 我们的认知 A是符合事实的 但可能是恰好相同与事实B 但不完全等于事实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